仁愛山區親近農場的地方 中午也傳出了最新的災情 親近農場外面的柏油路 因為強勁的雨是不斷的衝刷下來 路面已經出現了大面積的破損 可以看到畫面上這個柏油 是直接隆起 變成了碎塊的狀況 完全無法通行 那麼現在還有很多的車輛 統統卡在路上 不僅道路受阻 也出現了農損的情況 同樣在親近地區的農地 溫室棚架 剛才也遭到了土石流直接衝毀 極速的泥流滾滾 直接是把農作物摧毀於瞬間 有農民看情況不對 冒險到這個農地邊 搶救被大雨衝出的一些農作物 那麼另外在台14甲縣 在這個親近賓館的外頭 包含賣場的這個停車場 道路上也因為大水灌進去 變成了水蓮景觀瀑布 那麼目前在仁愛鄉 因為持續暴雨的關係 中午陸續傳出了最新的災情 還是持續不斷 那麼尤其在親近農場外面的 柏油路這一邊最嚴重 現在大約有10多台的車輛 全部都受困在路上 因為這個柏油已經全部 隆起變成碎塊 車駕駛還有乘客 全都受困路中等待救援